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議行訪問台灣 並在9號上午會見總統蔡英文 總會長薩明多對此行充滿期待 期盼能看到台灣退伍會官員到訪華府 雙方有更多交流 而10號就是台灣關係法45週年 總統蔡英文也感謝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遵循該法 呼籲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借這個借我要感謝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 在去年的年會通過的決議文 呼籲美國政府跟國會遵循台灣關係法 協助台灣強化自我防衛的能力 慢慢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也持續深化他們的夥伴關係 總統也盼台灣能夠獲得訪團專業意見 透過更多的經驗分享 提升彼此對退伍軍人和眷屬的照顧 讓退役官兵的生涯發展獲得更全面的協助 新唐也在電視黃亮簡 唐傑安整理報導